看看新闻吧 好不好 来 你来 叫什么名字 姓乔 姓乔是吧 好 乔小姐 你把这根含在你嘴里 我们不能用手 你用这根吸管 把这根橡皮筋 挑到你的吸管上 一 二 三 我们俩配合蛮默契的 想再玩一遍吗 那你帮我挑四个人出来玩 你去挑 就你身边的 各两个对不对 好 来来 四位 三个男生 还有这个女生 来来来 一起一起 我再要再找四个 方便一点 第一排 来 你们四个 两队比拼啊 我们看谁船得快啊 好不好 好 就从他这开始 好不好 你们这边从这开始 好 预备啊 准备 开始 S 不能用手 不能用手 抱歉 不能用手 坚决不能用手 好 好 哎 慢就慢在你们这一组 啊 他们还是挺快的啊 好 游戏做完了 问题来了 如果和你一起玩游戏的 不是你的朋友 做完了以后 才告诉你 对不起 我是一个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 害怕吗 你会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回去 那有可能去检查一下吗 他会去医院检查 我来问一下这边的 有人会害怕吗 怕肯定会怕的了 好 谢谢各位 我虽然只访问了两个人 但是相信 玩游戏的八个人 多多少少 心里都会有点害怕 那如果说 这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 是一天24小时 都跟你生活在一起的 你会害怕吗 下面我们来听听 这首歌的故事 我给你讲个平淡爱情故事 但独家不是多紧的王子 他每家每家每房子 在他辗转几颗城市 结婚只卖一百块云结石 而他只努力等过好日子 他想要为他生一个孩子 他不害怕吗 他无怨无悔的付出 他无怨无悔的付出 这不是艰难却又很幸福 我就是这个幸运男主角 他只要是我一生的骄傲 我就是我一生的骄傲 我想要崇拜换下招 收藏那最美的微笑 不是街女我能白头高楼 你好勇辉 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要特别唱歌给一个人听 她就是我的老婆袁福亚 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太太 欢迎 之前我做那个调查的时候 小元应该心里面隐隐有一点感觉 你会觉得可能是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不会那么巧嘛 对不对 你跟他认识多久 我们是小学的时候认识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其实他是身上有乙肝病毒的携带 就是没订婚之前都知道 当时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是吗 对 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害怕吗 不害怕 为什么 乙肝在从医学各方面讲 他根本就不会就是从生活中 吃饭什么都不会传染 是 现在结婚多久 五一刚结的 五一刚结婚 打算要孩子吗 暂时不打算 因为 先忙适应 还忙这个 对对 我们现在工作很稳定 嗯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 张先生 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一方面是来表达对于小元的感谢 你会不会有担心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通过全国的平台播出之后 其实你就等于曝光在这么大一个媒体的平台上 会有这样的担心 首先我不会担心 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身体很健壮 第二是 我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 让大家消除这个误会 让你们认识真正的一个病毒席带者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不会传染给任何人 一个个案也许他的说服力还不够强 今天有人听说你要到现场唱歌给太太听 他们也要唱歌给你听 我请你吃饭可不可以 当你知道一肝病毒在我身体 牵牵手有什么关系 抱一抱也没有问题 请放心 这一切找回科学生命 可是我曾经的爱情 还有我最爱的前妻 都是同样的原因 选择离我而去 上学的时候还要住在客里去 求此的时候也是处理 梦中唱歌更像被天上标签 圣人无尽 其实我们一样都是健康身体 平时不用治疗 专家早已说明 等你靠近 不要质疑 我们的爱人 包括艾斯方面的歧视 歧视更多的来源于 对于这种知识的误解 只要我们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尝试 我相信这样的误解就会不复存在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 知识的普及工作 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这样的歧视 更多的应该是用科学的知识 来消化这样的误解 今天在飘若我心畅想的舞台上 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做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